hello 大家好 很遗憾再次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是因为最近北京正在下雨 每天都在下 下来还特别大 所以刚泡了一杯咖啡 进北京最近的天气 好烫 明天就是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日了 对他的关注非常以前那么多了 我觉得可能是过了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每年大家对他的关注是逐渐下降的 08年之后最近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了 但是东京奥运会开得太阴间了 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高 这两天巴黎奥运会也要开始了 大家对巴黎奥运会觉得关注度最高的就是他那个logo 很像某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还有人给他批了一张图 我觉得更像了 要对这个奥运会就想到2008年奥运会 2008年到2024年16年了 16年前的一场奥运会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正好我200几年从大学毕业 2008年赶上了北京的奥运会 我正好抓住这个机会 仔细的深度的以旁观者的视角 来看了一下这样的奥运会 我觉得这个奥运会的队友来说 有两个可能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个就是他把国人的审美 一下提高到国际的水准 这对于国人的审美来说是一个断崖式的上升 第二个就是我在这场奥运会当中 接触了各个国家的人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记得我那次是看奥运会的五术比赛 五术比赛它在鸟巢的南边 就是之前的奥运会的体育馆那边 因为有一张门票 所以可以去鸟巢那边的奥运匹克公园去参观 因为当时奥运匹克公园 只有凭当时比赛的赛事的门票才能进去 普通游客是进不去的 我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在这边溜达玩 我们当时胆子也大 就想着找欧美面口的游客合影 我们当时跟外国人肯定是用英语交流 第一句话怎么跟他们说 我觉得我说的很简单 就my take a photo with you 我也不知道这个语法是对是错 关键是你得说出口 那些外国游客也听懂了 就很大方热情的跟我合影 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游客性格都不太一样 就很好的展示国家的人的精神面貌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跟美国的一个女性游客说 my take a photo with you 听到我这个请求以后 游客很大方的说 哇OK跟我热情的拥抱了一下 当时我吓了一跳 这么热情吗 拥抱之后跟他合了个影 然后跟他说thank you 我真的是很受冲击 这是美国的游客 相反的另一个游客 就是俄罗斯的游客 我怎么知道他是俄罗斯游客 因为他是很多的外国人 带着自己国家的国旗 我一看他带着俄罗斯的三色席 我上去也去用英语跟他们说 他们也是能听懂 但是他们相对美国游客 就比较内向一些 合了影之后 也没有做更多的交流 感觉他们整个状态是比较内敛的 跟我合影当中最好看的外国人 我觉得一个是法国人 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我很熟悉 因为我们高诸外语老师 就是澳大利亚人 上课就直接用英语跟我们讲 在课上展示冲荡的时候 他还挑了柱子上 晃来晃去 扭来扭去的 很有活力 很活泼 还把自己的老婆 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 都带到中国来了 有一次在中秋节 各个班在举行晚会的时候 他在总囊上 遇到他的孩子 我们还跟他打招呼 他也跟我们打招呼 跟澳大利亚人接触还蛮早的 就是对他们的性格什么的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所以跟我合影的澳大利亚的姑娘 心理上来说还是比较稍微亲近一些的 当然人家也很好看 他当时好像拿了一个袋鼠 我觉得很好玩 还有一个跟法国姑娘的合影 我觉得法国姑娘也挺好看的 当时不光是我一个人跟他们合影 就在场的所有的来观看游客 互相合影 尼巴连奥运会对我来说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接触各个国家的游客 看到各个国家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机会很难得 你很难得在一个场合 接触这么多国家的人 所以这是尼巴连奥运会 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不过现在奥运会的关注度是每况于下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这期奥运会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 好了 现在的外面要开始下雨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个口播视频 再见 拜拜的大家 记得点关注哦 关注我棒棒的 关注我棒棒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请不要忘记点击加关注和一键三连哦